除了說產生這兩個結果之外 也要把這五個 從包含上面這三個 通通都寫入到這邊 那這個動作基本上前面有沒有做過啦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複習一下 基本上 我的邏輯上第一個 我會先把優標先放在這裡 有點像怎麼樣呢我要怎麼判斷優標先放在這裡然後 按一下那個Ctrl向下 優標放D1對不對 Ctrl向下 那Ctrl向下有沒有 就寫的方式呢 我想前面有講過所以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他到這邊會有一個Raw 13列 所以將來就是把這個Raw加1 就從第13開始再新增一筆 13有的話再14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如裡面完全沒有的話 會發生一個問題 Ctrl向下 會是1048 576 對所以 如果是1048576 表示裡面完全是空的 所以要做判斷 判斷完之後再把資料寫過去 所以乘數要怎麼樣撰寫 基本上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我已經把乘數 先把它寫上去 裡面的話呢 這邊就是 將資料怎麼樣寫到資料表 因為上面有了嗎 這個X是指的是利 每個月繳的利息對不對 那首先的話第1個判斷 是不是在第1筆資料 如果是的話呢 R等於2 R等於2就是從第2列開始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我如果說要 要判斷說到底是不是在 1048576的話 其實第1個就是用什麼用Range 點下去之後的話 Range D1 你又以那個為基準 D1 然後點什麼 點AND 你就打一個 E 然後呢 按空白鍵 再刮弧 方向的話給他 AND然後方向是 DOWN 空白鍵一下 後刮弧 那要取得什麼 列 所以點 R 你就打一個 RO就可以了 RO就出來了 這樣就會自動取得什麼呢 就類似模擬的 Ctrl向下 Ctrl向左 Ctrl向右 其實上下左右 反正一個試算表不就是四個範圍的方向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取得 你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值 再去做後續的動作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城市是活的不是死的 不能說我今天就是在固定哪一列 那如果下面又增加一筆 那你怎麼辦呢 就會有問題 後面的話記得打個ZEN 有1幅就有ZEN OK 然後呢 如果是 這邊後面加一個等於 10 48 576 OK 這個數字 也就是說這個 Excel 2007以後的版本 最多可以 包含 100多萬筆資料 OK 那如果你是舊的 2003的話就不是啊 6536 65536 不一樣 所以你要存檔類型 你要看一下如果是 適用舊版的話 你就不是1048576 OK 那這邊的話